今天是有新增兩例的境外移入的武漢肺炎的病例 那都是本國籍的二十多歲女性 分別從法國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返國 那案528是今年1月到法國留學 10月4號跟一名友人一同返國 入境時候沒有症狀 那兩人是一同返家進行居家檢疫 那個案是10月7號的時候開始出現流鼻水喉嚨痛的症狀 喉嚨癢的症狀 那10月9號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今天確診 那目前是住院隔離當中 那有關他需要隔離的對象是 也就是跟他同行返國這個友人 因為他跟他是住在同處進行居家檢疫 所以列為居家隔離 另外是案529是 長期在杜拜跟其他國家的工作 那9月30號回國休假 入境的時候也是沒有症狀 那居家檢疫的時候 10月10號有出現這個 味覺異常的症狀 所以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那今天確診 那目前也是住院隔離當中 那由於他在發病前兩天並沒有跟他人接觸 所以並沒有匡列接觸者 我們目前沒有所謂的一文泡泡 那所有的專案都是要由各目的主管事業機關 他去平和這個個案入境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又覺得縮短居家檢疫 有其必要性 才會提出申請 那提出申請來到指揮中心之後 我們會審定他們提出來的防疫計畫 是不是合適 那如果合適的話 才會成行 我們沒有特定的人數 今天就算155個人 如果願意進來14天的居家檢疫 我想應該也可以符合我們的計畫 那他如果他是14天的居家檢疫 我想應該也不需要做特別申請 那他要縮短居家檢疫 那他就要提出相對的防疫計畫 那我們縮短居家檢疫目前的計畫 都是依照那個短期風險 短期風險就是那個短期商務 那至少要7天 那要比7天再更短的就叫做泡泡 目前我們唯一有的是外交泡泡 那他要比照泡泡的做法的話 那就是要全程使用 等於是全部所有的目的主管事業機關 都要全程陪同 那他能夠做到那樣的情況 然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 他有辦法配合做到那樣的程度 提出審計畫我們來審核 你在說得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嗎 還沒有